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报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这个视频继续给大家聊聊 墙里现在那些离谱的没边的 简直了的最新状况 什么叫做民不聊生 这就是民不聊生 什么叫做磕正猛于虎 这就是磕正猛于虎 第一个新闻 关于对下落不眠 看又来了 又是拒步回国的 缅北金三角阿联酋滞留人员 开展联合惩戒工作的通告 就这个标题 那都不是吐槽 那简直了 就这个标题充满了执政的恶意和残暴 你看这个下落不明 你都会说下落不明了 他如果是下落不明了 他怎么回国啊 如果他死了呢 他客死他乡 他还是个受害者呢 对吧 那怎么就拒不回国呢 你都找不到他人 是吧 按照法院里 你好歹你开庭 你有个开庭通知书 你要告知 如果这个送达不了 你还要公告送达 有一个送达程序 我们这个司法体系里面 对吧 就中国大陆 我说是中国大陆的法律 有个送达程序 你送达了吗 你通通知吗 既然他都下落不明 对吧 怎么就拒不回国 我这两个词语本来合在一起 就是个矛盾的词语 所以这充满了这个相关公安部门的这种 他就不给你讲理了 这就残暴啊 暴政就是这样 这就是暴政 你问我什么是暴政 这就是暴政 还是自留人员 还联合惩戒 人家都死了 你惩戒什么 当然 况且我们来看他惩戒 这是什么 所以非常 这是完全没法讲理的 为了严厉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 违法犯罪 依法惩治 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你没有审理 他是个嫌疑人 我见到有些五毛粉同 说到安倍晋三的时候 他的法学知识突然迸发出来了 他没有判 没判之前 山上侧也是个嫌疑人 OK 涉及到安倍晋三案件的时候 突然间法学水平提升了几个档次 没有判之前 他是嫌疑人 我们只能称之为嫌疑人 是吧 那这些呢 判的吗 怎么就全程犯罪分子了呢 是吧 维护社会安定 大把大把东西等着里面去安定去 里面大把东西要做唐山 又打人 又打女人 天天打女人欺负女人 你们最牛逼 这个共产党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就你那清零政策 就是最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政策 你马上马上停掉 公安局去去把细胞子抓起来啊 是吧 你这个真正 你真的这个公安干净 你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 你马上进中南海把细胞子抓起来 是吧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以掌握的自留缅北金三角阿联酋人员犯罪违法事实 附胜县还是个县 联席办 什么叫做联席办 这个办公室里 你看他有没有司法能力 有没有执法能力 不知道 反正他可以做出以下决定 对第一批63名滞留在绵北金三角阿联酋人员做出以下联合惩戒的措施 注销本人户口 这个联席办厉害了 哎呀 这法力无边 以后 这不知道是不是又是习包子的一个创新 联席办 里面什么都能干 指手遮天 以后这联席办的这个 这个书记 办公室主任 他妥妥权力不编的大 联席办主任 不得了 可以注销本人户口 可以马上冻结本人所有的银行账户 可以暂停本人的手机业务 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业务 他是真的厉害了 这个电信也归他管 银行也归他管 户口也归他管 暂停或取消本人及家属 低保医保等相关福利 严格子女入学资格审查 等一下再再说说这个道道 严格 暂缓出局 据子女及直系亲属正审证明 无犯罪证明 就这些啊 既然这个人我又回到开头那个标题 他是下落不明 家人 他也没有办法联系到这个人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以惩戒他的家人呢 如果那个人他死在外面呢 我还是举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啊 那这个家人不断被你 你惩罚他的家人 或者说这个人 哇这个里面的黑箱操作和寻租的空间 你就说你公安局开个证明 你说你怀疑这个人我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相关的部门有可能会有这个 有这个贪污腐败的现象啊 是吧 你比如这个联系办的主任 就认定哎 这个人呃 是滞留缅北啊 金三角的人员 他就认定是就行了吧 对吧 他是不是去了缅北 他反正找不到人就ok 对吧 然后他哎你看这个人去了缅北 然后呢 呃 他拒不回国 反正也找不到人 然后家人自己也找不到 那就可以冻结所有家属的这些资产 那这个家属找谁讲理去啊 你说这家属找谁讲理去啊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相关部门这样操作呢 这所以我说了细胞纸啊 把细胞纸不能通过不断的加强这个体制的哎呀 这种执行力啊也好叫叫做这种行政能力啊 或者说哎没有边界的这这种执行范围啊 来到反腐败 这只会更加腐败 因为你能力更强了你就更腐败啊 我这太可怕了实在是啊 这里面 这样第四点 停掉家属的低保和医保相关福利 这是非常离谱的 因为哪怕这些人他是犯罪也好 没有听说过一个人犯罪 他的家属可以停掉医保和低保的 从来没有听说 他就是犯罪分子的 你也不可能能够停掉他家属 这本来是个合约来的 这不是个福利 况且中国的医保他们是交了钱的 交了钱怎么是个福利 是个合约 你收了钱 你怎么就不给予医保的 叫待遇也好 我就叫福利 是吧 然后这里面你看 无犯罪证明他是无犯罪 就无犯罪 你怎么就不给他开局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些是为了可能 我倒过来我也说 你是有些犯罪分子很难做 但是你不能够 那你直接看了 他算了 你也不能够不按程序 那法治何在呢 说到官员的财产的时候 我们就要保持隐私 个人隐私 他隐私就来了 对吧 给你讲隐私了 我天 里面第五点 我再补充一下 你看到所有都是直接注销 冻结暂停 那么取消等等 唯一一个入学资格 他写的是严格 你就明白了 我之前就说了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让你的孩子不接受他的独裁洗脑教育 你放一万个心 什么老赖也好 什么都好 肯定让你上学 我之前都说过 你能不能让以前有些人他喜欢自己教孩子 都不上学 我带回家自己教 这我也就说过了违反义务教育法 但他为什么会保证你上学 要保证你被他洗脑 所以这也是反正 你看到其他相关的待遇也好 什么资产也好 他是直接取消的 但是入学这一块 他是严格审核 他就不让你上贵族学校 或者什么 你说公办学校 他百分之百会让你上 你看到就这个让你上 你不要说什么老赖 绝对要上 绝对要上 放一万个心 不会 你说什么打疫苗 那些都是吓唬人 全是吓唬人 你试一下 我就不打疫苗 我就不 你试一下 我觉得这个放一万个心 共产党不会让这些韭菜 不接受他的洗脑教育 所以我这个还是比较放心的 但是你也有可能 进了这个学校 给你穿小鞋 或者说给你安排差的学校也好 这个是有可能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就这个新闻 我就看出来 哇 这里面问题很多 那我之前也是分析过一种可能性 在这里再炒个冷饭 就是他有可能是在尝试 找这些人做尝试 后面会不会推广到其他国家 到时候就说 哎呦 你们这为什么滞留在美国 滞留在日本 为什么不回国 到时候要联合惩戒 所以这有可能是逼海外还原回国的一个尝试 尝试 哎 怎么怎么 去不回国 这么为了要人回国 他如果是个犯罪分子 你开除他国旗赶他出去啊 你看其他国家 人家那个护照值钱 那么开除国籍 你你见过中国开除国籍吗 没有啊 跟中国还要强制你回国啊 这就中国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区别啊 呃 也可能除了逼海外还原回国以外 这里面能做的东西很多 就他本 你想想你一个家族里面 你就只要有一个人 你你找不到他人 或者说这下落不明 在中国下落不明的人很多啊 下落不明之后 就可以不断的构陷他的家人 你说这多恐怖的 到到时候 哎 这这大家可以想象 大家想象一下 那还有 哎 民不聊生啊 民不聊生 你看啊 第二个新闻 上海 9月1号前 常态化核酸自飞 现在他妈谁要防疫呢 究竟是谁要防疫 怎么就会变成了自飞 吃天七天之内不检查 还要付黄吗 这不就强买强卖吗 这简直了 这简直 我说科正猛于虎啊 王朝末年民不聊生 你看就就是这样 上海就做做出一个尝试啊 这个我估计后面就这样 你想9月1号开始自飞 你说这个20大10月份一开完 马上就去这个整个就取消了 我觉得想多了 搞不好 这个有的网友说 中国这个动态清廷坚持20年 我觉得没毛病 我觉得没毛病 只要的 但他有可能会由于一些外部的压力啊 或者说做出某程度的放松 但是只要能坚持的话 我相信细胞子更倾向于坚持这个动态 今年100年啊 要坚持多久 你就说是不是呗 细胞子现在 你想想为什么乳包视频 人气这么高 恨他恨他牙痒痒的人到处都是 所以他是不愿意下台的 你说这搞储君啊 搞搞随年随年听证也好 他这些都不搞 嗯 他不愿意 他还是 你说叫做没有自信吗 他你看他 或者说他他就是非常保险 你看到他去香港 他地铁站不出 你看他 我就 你不 习包子心里面 就是我不犯民主国家领导员犯的错误 你看安倍晋三就被做掉了 哎 我们呢 独裁体制的优越性就是不讲民主 就是不讲不讲理 就是呃 不给你你你讲这些吧 反正你看我我就安全第一 你好死不由奈活的啊 呃 你看这这这这就是税啊 核酸税啊 你看网友说 哎呦核酸税来了 酸酸酸税来了哎呀 再再再还有一个新闻啊 第三个新闻 不下载反诈APP不给做核酸 哎呦这又是叠加再叠加了 你看 本来做核酸就不应该做 然后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黄马对不对就变成了你们在主主动 自愿做核酸 呃这现在不不给做核酸啊对吧 还是个惩罚啊 还要下载反诈APP 哎呦我去 这中国共产党你看啊 又是关心你背部被诈骗 又是关心你身体健康的 你看一个没有免费医疗的国家说他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 党员哎呦这个这个领导干部全实现的免费医疗 老百姓全没有全没有 然后他说他就关心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你信吗 啊他妈他他他中国啊啊 这这么多问题 他突然间给你关心起诈骗来了啊 他也每个人安装个反诈骗APP 然后我们银行那么不一样取决 嘿嘿嘿 呃不给解决P2P也不给解决 是吧 股市里面多少诈骗 股市里面多多少这 呃这些不给解决啊 他很关心你们被诈骗 然后你们全安装反诈APP 呦我这哎呀 最后再说这个吧 再再说一个 你看这上面就是暴政啊 下面就是什么 下面就是乌合之中 还有这产兮兮的韭菜们 看这个成都的 一个天天去劳务市场 买馒头 你看从18 17月19 7月20到7月21 天天就是买馒头去劳务市场 就就这么个人流调出来天天就是去劳务市场找找找零食工 买馒头 其他的吃吃不血 就是买馒头 这怎么办这人间地狱啊 这是 啊这社会主义天堂是吧 社会主义天堂就人间地狱 天天是馒头啊 我们已经全面脱贫啊 也要存款不见了 再有一个乌合之中 你看几万人做核酸大厂变 惠州十万镇 全面核酸人几岩 这BA5一来 这不就全下套了 这整整个社会治理也是乱套的 你看就一下子为什么会人几岩 就是没有安排好 新释放到哪里去了 这是在防疫吗 人几岩是在防疫吗 啊 所以真真的 哎哟 你看这几个新闻结合起来 啊暴政啊 然后下面的人 他也失去了这种民间的自我组织 自我管理能力 这个国家一旦 有什么经济崩溃 他就是全部都是暴民 全部都是乌合之众 倒是难以想象的啊 所以这等着中国人的这个未来啊啊 大家自己悠着点看了吧 哈哈 哎这句啊 那先说到这些 记得有点意思 点赞 点击分享 拜拜